今天继续跟大家讲白话佛法 大家知道佛的法身 在人间是无处不在的 到处都有佛的法身 你任何一个人 只要心中拥有佛法 能够说出佛法 行为上拥有佛法 你就突破了时间的隔阂 你就会懂得佛在心中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 佛法无处不在 所以在你生活当中 行住坐卧当中 佛法处处都在 帮助着你影响着你 所以法因流传 经常说佛的佛言佛语会让你懂得 心中 常留法因 因为法因不会因为时光而流逝 我们年轻的时候学到佛法了 到了年纪大了 我们还是心中拥有着佛法 所以从佛法当中画出 正如和道音 就是佛道的声音 所以有的人心中 所以有的人心中有佛一开口 他讲出来的话 就像法因 永远在他的心中 永远在他的心中流淌 所以人只有 无上的愿力 才能有佛法的愿力在心中 让你去 慈悲众生 去帮助别人 为什么有的人一辈子能帮助别人 能慈悲众生 因为他法因不断 他佛法在他心中不断 就像原来一样 所以叫如来佛 如来如去 如来佛 如来如不来 所以就是原来存在于你心中的佛性 就是原来拥有的 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懂得把相应法放在心中 把自己内心的佛性化为人间生命的真谛 去理解它 去了解佛法真正存在的真谛 去应用它 去在人间用佛法的真谛 能够理解一切相 不可得幻中修真 所以为什么说幻中呢 因为很多人一生啊 就像做梦一样 今天在这里 明天在那里 梦中可能在年轻的时候 现在一照镜子已经老了 整个的人生就像做梦 就像幻境一样 就像我们想起了年轻小时候的事情 现在就犹如我们在做梦 所以当你哪一天要走了 你这个梦 这个幻也就结束了 所以在自己这种幻觉当中生活 我们不能完全的脱离 所以只有在幻中修正 幻中成道 所以师父希望大家 永远要把佛性放在心中 要懂得 人的修心要有一种助力 就是帮助你成功的动力 那是一种真实的力量 什么动力 因为我们懂得了精进 因为我们懂得了忍辱行 懂得了佛的真谛 就是让我们懂得这个世界 一切苦空无常 所以我们会对这个世界的过去 不会有产生另外一种痛苦的感应 所以每一个人的过去都是很痛苦的 要能够接受它 理解它 消除它 解脱它 所以要用真实的判断 来感应你自己 在人间所有的这种感受 实际上 用什么方法来感受和感应它 能够理苦得了呢 就是智慧两个字 所以一个能够有智慧的人 他能用平常心看世界 他一切懂得都是无常的 这个世界一切拥有也会失去 所以平常心看世界 心能安止啊 你的心才能安定 才能制止自己无谓的那种思索 让自己沉测在过去那种幻觉 幻想当中 被他迷惑来让自己内心 产生更多的痛苦 所以师父要你们懂得 修行修法 就是体悟人生 罹患得真啊 就是要你们懂得 我们的心 要懂得理解别人的心 懂得自身的心 感应别人的心 懂得开悟自行 不要被人间的一些景象 所迷惑 你看看我们现在的人 拼命的命都不要追求名利啊 本末道志般的生活 把假的人生看成了真的 让我们迷失 让我们流落在痛苦的世界 所以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离世密菩提 恰如囚兔教 这就是佛法最重要的 让我们离苦得乐 让我们超脱日常生活中 烦恼的一个妙法 要时时刻刻提得起 观照的法语 要悟性觉了 要懂得有悟性 世间法语出世间法 是一不是二 就是告诉我们 在这个世间 或者你要修离开这个世间 后的一个方法 实际上是一不是二 就是一法如 就是只有这么一个方法 一法如一切法如 都是一样的 出世间与世间 是一如不二 你想离开这个世间之后的修行 和你正在这个世间 在世修行 实际上就是一样的方法 在修 你才能证得烦恼与菩提 不二 不二就是十一种 所以有的时候 人的烦恼 会给你带来菩提 有的时候不要说 我要寻找菩提 所以我离开了烦恼 是 因为有烦恼 才让你找到菩提 所以它是一法如 就如生死与涅槃 不二一样 所以我们做人 生和死涅槃 其实都是一个 生了要死了 死了之后又会重生 其实就是你的灵魂 再投胎 造成了你的再重生 所以涅槃不二 也就是当你开悟了 你又会失误 你慢慢的失误了 又开悟了 你的人生 就是这么 不停的在失误 和在开悟当中 所以修行和现实生活 我们学博的人 要学会把它结合起来 我们今天 生活并不只是生活 生活就是在修行 所以要明白 修行在生活当中 生活就是你的修行 师父举个简单例子 每一天战胜自己的懒惰 早一点起来念经 早一点起来烧香 这都是你的精进 就是你的生活 当你在努力的 不出的时候 活法在你的心中 当你心中的慈悲 在广布之时 你法法是心 所以层层是道 法法是心 红尘滚滚 你可以在滚滚红尘当中 找到 离世间觉得到 你每一个法门 都是你的心所为 所以万法唯心造 所以随缘修行 那是一种智慧 随机参禅正悟 那是一种随缘 所以很多人说 我要一事修成 最好有一个特殊的环境 不要接触外城 你说现在哪有谁 不接触外城的 只有靠自己的心的坚定 心如金刚 法法是心 师父已经跟你们讲了 在人间的烦恼当中 修出你的禅定 在滚滚红尘当中 你不能离开现实生活 而去寻道密法 要找一个能够解脱的法门 法门就是在你的烦恼当中 来帮你解决的 你没有烦恼 你就找不到解决的方法 所以反而会离道更远 离佛道更远 这就是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你如果没有世间 你一定找不到世间的觉悟 所以离世密菩提 恰如求兔角 所以师父告诉大家 兔子有角吗 所以佛法就在你的烦恼之中 所以佛法是离不开 你在世间烦恼当中的觉悟 你觉悟到世间 知道这个世界 一切都是如幻如化 今天有明天没有 今天的存在 不代表你永远的存在 所以要在世间 你才能感觉到 它的无常啊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如果你关在家里一辈子 你能知道这个世界无常吗 你只有在这个世间 你知道今天拥有了 明天被人家绞掉了 今天这件事情是你的 最后不是你的了 你今天赚来的财 过几天被人偷走了 抢走了 没有了 一切都是无常 从世间当中学会 从世间当中学会 怎么样感受到你在世间的烦恼 这就是一种超脱世间的觉悟 所以你觉悟到世间的如幻如化 你就慢慢地觉悟到 这个世间和觉悟 那是不能分开的 没有世间 你哪来的觉悟 没有无常 你懂得什么叫无常 师父举个简单例子 你从来没有吃过盐 你怎么知道这叫甜 你哪去找菩提呢 所以要知道 整个的佛法 就是告知我们菩提和烦恼 其实是一样 没有两样 一样没两样 千万不要离开了自己的烦恼 去求菩提 学佛之恩 如果没有办法将佛法落实到 我们正常的人的生活当中 你不能从自己的声 口 意 三叶之中 去感受到 我嘴巴又讲错了 我的意念又想错了 我的行为又做错了 你如果不知道 反省 你不知道自己要改变 那么你就得不到觉悟和超越 这就是菩萨告诉我们的 不能离世间觉的 所以很多人一辈子觉得自己已经 念经修心已经到了 超然了 我已经解脱了 我的境界不是跟人家一样的 实际上它是进入了另外一个 虚妄的空间 那种虚妄的空患 空间实际上让你进入了另外一个 功高我慢的阶段 所以我们对佛法的追求 不能虚妄要在生活当中找到佛法的智慧 所以修佛 学佛修心 很多人认为 很多人认为 找个清静的地方 远离这个世间的红尘 才可以修 或者自己 关在禅房里 长期的闭关 或者给我出家了 我就把真修得好 其实 他不知道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就是你在学佛的过程当中 你只要在红尘当中 任何的时候都是锻炼你 能够增长智慧 去除贪嗔痴 然后拥有佛法的 妙法在心中的一个很好的机缘 所以离世密不提 恰如求兔角 如果你今天说 我只是把自己关起来这么修行 你就等于将现实生活 和你修行的生活 完全把它分成两部分 所以法法是心 所以师父跟你们说 诚诚诚诚到 真正学博修行的人 不会这么固执 不会这么执着 我一定要什么环境下 我一定要怎么样 我才能修好心 真正修行的人叫随缘修行 随机参禅正 这就是 我们很多的菩萨 到人间来 行灭禅 坐一禅 与目动静 体安然 就是你今天的语言出来 一动一静 你所有的东西 都是一种非常的自然 所以为什么自然 那是很高级的一种境界 为什么我们现在吃东西 都要吃那种 自然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自然才是道 因为自然 它才能滋养出你内心的一种正觉 所以行住坐卧 乃至你吃饭穿衣 乃至你工作 或者在农村 你种地砍柴 哪怕你是游山玩水 无不是参禅悟道 所以为什么很多的著名的诗人 他在游山玩水当中 他能写出很多的好诗 就是因为他的自然 所以离开现实生活 而去寻道秘法 反而离道更远 道在心中 就像很多人说 我要去找个老师 我要找一个好的老师 我这辈子才能修得好 你最好的老师 就是你内心的觉悟 就是你内心本性佛呀 你为什么 拿着金饭碗去要饭呢 所以一切修行 不能离开世间 离开世间的修行 你永远不可能有成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